细语著作 思想的阶梯 第一季 第三册 知道对问道 不到两个星期 他就在骑机车时被罪驾撞 还有一些只是脸书上交谈的 没正式见过面 也会有感应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应该用什么修炼方法来控制住 或者是转向另一种灵感吗 细语答 拥有很强的中短期遇见死亡的能力 前提是自身意识频率的稳定性很强 确保了自己始终在同一条宿命线程中 造成这一能力的因素很多 常见的有 在经历着重复的人生轨迹 死亡事件本身是深刻印象的记忆 容易被印证 本身或其他自我做过或正在做亡灵指导灵的专职或兼职工作 可以感知到宿命中的必然死亡时间与方式 自身预知性的能力在觉醒过程中 并且在多方面有所展示 预知与发生的验证在很大程度上是会让人沮丧的 因为宿命与自由意识的认知冲突 有某意识体在尝试通过你服务众生或达成它的自我价值 发展身心敏感的人作为渠道 作为同一灵魂攻克小组的成员 你依稀还能记得出发前彼此的命程主线安排 即入场时间和退出时间以方式 因为问题描述的太过笼统 请自行比对 当然还有其他比较小众的可能性因素就不多说了 西语资料发布平台和文件免费下载路径 请见图示西语社说明